奉主耶穌盛名来继续传讲耶稣救人的福音 愿大家平安 我们知道患难中平安极其可贵 我们第一天的见证提到了有一位郭先生 他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 有一个老人家跟他讲 年轻人一日平安三日福 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信靠耶稣呢 所以我们知道福气跟平安人人都想要得 但是如果能够只得到一种 你只能选福气或者是平安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平安 因为生命如果没有平安 再多的世上的所谓福气 你都享用不到 那这样又有何益处呢 所以平安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 要追求的价值 那么我们在患难当中 我们特别感受到平安的重要 当我们生病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医治 当我们心灵忧伤了 我们需要别人来安慰我们 让我们重新得力 所以各取所需 我们在不同的境遇当中 我们总是会绞尽脑汁 用尽办法 要寻找让自己更加平安快乐 这样的方法 但是在这个世界 有真正的平安吗 那么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平安 我们的题目是患难中得真平安 那个打字写见平安 当然见患难中得见生命 题目可能有一点改变 我们是得真平安 没关系 那么这个真平安 什么才叫做平安 平安很多地方又可以解释成和平 和平当然看起来好像是 国与国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当然人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能够取得人际的和谐 国家跟国家也能够和平相处 那当然对双方人民来讲 当然是一种平安 但是平安不是一时的 平安必须是永久的 因为一时的平安 不能够带来永久的稳定 因为人需要的是长久的平安 如果是一时的 或者是有限的 或者是不能够彻底根本解决的 那这样的平安 只不过是一点点的价值 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是真正的平安 这是主耶稣他亲自应许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在新约圣经的一百五十页 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主耶稣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平安 当门徒知道耶稣要离开他们 心里头开始忧愁 因为怕耶稣撇下他们为孤儿 因为三年多 他们跟随耶稣 看到了很多的神迹 也听到了很多的真理 他们的心中已经慢慢扎实起来 他们对耶稣有很大的寄望 可是耶稣要离开他们 是为了要承担世人的罪 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安慰他们 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而且我留下的平安 不像世人的平安 世人的平安很有限 刚刚提到了 没有办法彻底的根本解决 人不平安的症结点 所以主耶稣来 其实要赐给我们真平安 是因为他要解决我们生命当中 最大的一个问题的根源 也就是人的罪 在路加福音有一段话 在见证这一位耶稣 他提到了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十七节 对不起 七十七节 一章七十七节 新约圣经七十七节 七十七节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七十九节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 死印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这里在宣讲 这里在宣讲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事情呢 这里提到了说 他要叫他的百姓 也就是他所选招的人 愿意相信耶稣的人 要让他们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可见耶 主耶稣来 是要把人从黑暗当中 引到平安的路上 人在罪恶当中 罪恶就是带来生命中的黑暗 所以在死印当中的人 在那边叫鼓连天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我们看到当今很多世人 他们处在罪恶的深渊 因为罪恶的瑕疵 没有办法自我拯救 超脱 他们虽然下定决心 不要再犯罪 但是毕竟罪是一个恶势力 把他们捆绑住了 所以人在罪恶当中的时候 就如同生命当中的深渊黑暗 但是我们的神 祂借着耶稣基督 祂对我们有怜悯的心肠 祂要拯救我们 祂如何拯救呢 如何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 就是借着罪得赦免 知道救恩 也就是说 耶稣来了 祂要赦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明白救恩 进入救恩 然后就进入真正的平安 这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耶稣来要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这不是世人所能给的 世人所能给的非常的有限 顶多只是治标 不能够治本 但是耶稣来 祂是生命的救主 祂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脱离罪恶的权势 当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权势的时候 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改换跑道 已经改变主人 圣经有描述 当一个人犯罪 就如同出卖自己的灵魂 出卖自己的肉体 认罪做主人 罪是一个恶势力的主人 当人甘愿为罪效劳的时候 借着犯罪让罪给你公价 给你一点点罪中的快乐 但是至终却给你死 所以圣经说罪的公价就是死 人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 就陷入这个罪恶的权势当中 这个在我们前两天都有提到 但是人能够借着自己来除掉罪吗 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犯罪的人 就是出卖自己的灵魂生命 认罪做主人 已经卖给主人了 生命已经卖给主人了 那个罪的主人了 所以罪就挟制他 人可以靠自己来赎罪吗 没有办法 我相信有很多木道的乡亲 对于基督教的道理 讲到爱心信心热心盼望 大都能够接受 也相信基督教是一个光明的宗教 但是一旦听到了 人有罪这样的说辞 很多人就不敢苟同 甚至望之却步 他们不敢进入教会来 他们也不愿意 因为他们害怕 人说他有罪 这个就是人的矛盾 自古以来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说这个世界上 有真正的好人吗 有真正的义人吗 我们听到一个传言 说世上的好人 有两个 一个已经死了 一个还没有出生 这等同于是说 世上没有好人 鼻孔朝下的没有一个好人 这是一般人的通事 一种很平常的一种尝试 的确人如果摸得良心 虽然有的人他被称为好人 但是他也不敢百分之百的来自信 自己真的是一个毫无瑕疵的完全的人 人总是会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亏欠 做不到的地方 这就就良心而言 人是有罪的 但是从圣经来看 人有罪吗 人到底有没有罪 不是人自己能说的 因为每一个人对罪的定义 对罪的感受都不一样 所以到底有没有罪 不是人能说 而是这一位天上公义的神在判定的 所以从圣经来看 人有罪 我们刚刚提到了 人有原罪有本罪 原罪就是亚当夏娃留下来的 这个就是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那里所说的 我们看一下 看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 在旧约圣经六百九十四页 五十一篇第五节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作诗的人他敬畏神 他有一种罪疚感 他认为心中有罪 而且是在母亲怀他的时候就有罪了 为什么这样讲 难道他能够超越生死吗 还没有降生之前 还没有出生之前 他就知道自己有罪吗 当然不是 这是他出生之后 就他对神的一种理解 对人罪的理解 也符合圣经的记载 因为亚当夏娃的罪流传下来的 我们都是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后 被咒诅之后 在罪里面所生出来的 所以这个罪就世世代代的流传下来 这就是原罪 虽然不是我们自己犯的 却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 难怪这里做事的人会说 在母亲怀胎的时候 我就有了罪了 这个虽然不是我们自己犯的 但毕竟这个罪已经 挟制住我们的生命了 况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行事为人 我们常常达不到神的标准 我们想要做的善事做不出来 不想做的善事偏偏做出来 就如同传道人保罗在 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那里所说的 说我知道在我的肉体没有良善 因为励志行善由得我 行不来 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真是苦啊 有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食的身体呢 因为良心在交战 一个是善的力量 一个是恶的力量 常常我们的意志想要行善 不想行恶 可是心中的力志呢 却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肉体 来照这样做 我们力志行善由得我 做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犯罪之后呢 他懊悔来不及 但是呢 他却没有力量 在下一次能够真正的战胜这个罪恶 古人 我们说孔子也曾经说了一段话 他说文艺不能洗 这个文不善不能改 是无由 所以孔子 我们都称他为至圣先师 他的道德伦理 他的言行举止 可以说是成为世人的模范 他也遭受很多的学生门徒 来一天到晚 在研习 在修行 所谓的伦理道德 这样的道理 没有错 伦理道德 很多都是符合圣经的 既然没有违背圣经 当然都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 他就讲了这一段话 他说 知道义的事情 行不出来 知道错的事情 不能改正 是他的忧虑 所以你看这么自认为 或者是说人家恭维他 这么至圣的一位先师 他况且都有这样的问题 就像保罗他也有这样的问题 可见每一个人的性情都一样 人都有罪 人有原罪有本罪 如何解决呢 在圣经当中 诗篇的三十二篇 这一位大卫王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描述 我们来看一下 诗篇的第三十二篇 第一节 旧约的六百七十九页 三十二篇第一节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第二节 凡心里没有诡诈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哀哼 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益耗尽 如同夏天的干旱 我向你承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 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这里呢 大卫 他做了训悔诗 他要认罪悔改 他一生当中 虽然是 和神心意的王 毕竟他也做错了一些事情 在他犯错之后呢 他及时的向神来悔改 也写了好多篇的忏悔诗 这一篇呢 大概是其中一篇 他认为呢 什么样的人是有福气的呢 就是被神赦免他的罪的人 而且呢 他用不同的描述来描述罪 他说第一节说 得赦免其过 过大概就是可以说 可以指的是过犯 遮盖其罪 罪 罪就很清楚 直接了当讲出人的罪 那第二节说 心理诡诈 那 第五节 提到说 罪恶 好 那既然是罪 那为什么有不同的形容呢 有过犯 有罪 有诡诈 也有罪恶 所以从原来的意思来查考 什么叫做过犯 过犯就是超越界限 人 常常超越界限 这就是做了太超过 所以长辈有时候在骂 或者是在责备 这些晚辈的时候 都会这样的严厉的指责 你这个人做事情 要适可而止 要差不多一点 不要太超过 所以常常我们都是 逾越神的标准 越过神的界限 我们常常说红线 或者是底线 我们常常在探罪的底线 小孩子都会问 我到底什么时候 到做到什么程度 才会被父母来处罚 那么读圣经的人 也会去探测说 到底我到什么程度 才叫做犯罪 人总是有探底线 这样的一个倾向 那么这里提到了 既然是有底线 人如果越过了这个红沟 越过了这一道红线 人就等于是犯罪了 因为人做了才超过 举一个例子来讲 神说伊甸乐园里面的 善恶果不能吃 结果夏娃就伸手去栽来吃 神说不能吃 他就是伸手去栽来吃 他岂可伸手去栽来吃 这就是越过神的界限 那么我们去公园散步 都会看到绿油油的草皮 我们就觉得很舒服 我们可能有一些人 就会脱下鞋子来 然后刺着脚踩着草坪 觉得这样好像可以接地气 好像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舒服一点 可是当你在踏草坪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牌子立在那边 禁止践踏草坪 这个时候你的罪恶感就来了 你可能会四处的张望 哎呀 见四下无人赶紧的开溜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你已经犯罪 你已经超越界限了 原来这个草坪只供观赏 不能够上去见他 人都是这样 知罪了 他赶紧的要离开现场 要躲起来 要陶醉 这就是人知道自己做的菜 超过了愉悦界限 那第二个字叫做罪 那当然中国字罪 如果看起来是是非 当然不是只有四种错误才叫做罪 但是你从原文来查考 什么叫做罪 罪就是不中谷地 就是设不中目标 当我们的行事为人 达不到神要求的标准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罪 做得不够 没有符合神的要求 那就是罪了 就像一个人他知道要孝顺父母 可是他没有孝顺父母 不要说公理会来指责他审判他 连旁边的邻居 亲戚都会对他指指点点 你这个人实在是不孝顺 大逆不道 所以人做得不够 这就是罪 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就好像我们在设非标一样 设非标的人都知道 要射中红心才是满分 当你离红心越远 你的分数就越低 所以常常我们射不中红心 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 这在神的眼中 这就是罪了 那第三个叫做什么 诡诈 诡诈 他特别讲这是心里的诡诈 就是心里的恶念 虽然我们没有实际去害人 可是我们心里恨那一个人 就像主耶稣说的 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恋 就是心里犯奸淫 所以天上的神对我们的要求 连恶这样的事情都不能存在心里 心里的恶也要消灭它 可见心里的恶就是一种诡诈 在神的眼中 如果你没有把它消灭 那这样就是罪了 更不用说罪恶 罪行 实际犯了犯罪了 已经有留下了这个罪的痕迹了 罪的行为已经产生了 已经留下证据了 不要说神要审判 国家的法律也要审判你 因为你实际已经犯了错行 你去伤害人 不只是不管是伤害人的身体 或者是伤害人的钱财 这都是罪 所以凡此种种 从圣经来看 我们人真的是 如果用一句话来讲 叫做动辄得救 因为我们是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 我们很难不去犯罪 你虽然没有犯那样的罪 你可能会触犯到那样的罪 人在罪恶当中真是苦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保罗 他说在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 我实在是好苦 我想要做善事做不出来 不想做的恶事偏偏做出来 就在犯罪之后在那边懊悔 所以人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 不只是这样 雅各苏更是告诉我们 说人知道行善而不去行的 这就是他的罪 知道这是善事 你没有去做 这也是罪 所以过犹不及 你做得太超过 做得不够都是罪 要符合神的标准 况且人普遍还有一种罪 就是没有败到真神 我们这几天都讲到 天底之间只有一位神 就是这一位造物者 也是这一位赏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耶稣基督 我们如果把假神当成真神来拜 这在真神的眼中当然是不能容许的 他是我们的天父 如果说我们在马路上随便认一个人 看到一个人长得跟我的父亲很像 你就跑去说 爸爸你好 你随便的在路上就任人做父亲 我知道 我们知道这样的行为 大概就是超乎常理的 今天也一样 因为我们还是不明白 所以我们会因着传统 长辈留下来的信仰 像有一些人 他小时候就看到父母 初一初五就准备一些三生无礼 要来祭拜这些所谓的神明 这些 这个祖先 那这是传统留下来的 所以很多人不加思索 他认为长辈留下来都是好的 都是对的 所以他就是照单全收 可能一生当中 他不会去思考 我所拜的到底是合理吗 所以有人说生命必须要去做思考 你不思考的话 你的生命常常陷入很多的枯救当中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颗清楚的头脑来分辨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本着圣经来传讲 耶稣才是唯一的真神 才是唯一的救主 我们应该要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说耶稣才是唯一的救主 刚刚我们所看的路加福音第一章 那里提到了 天父真神把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 来到世上成为救赎主 他要救赎我们的灵魂 救赎我们的生命来脱离罪恶 所以我们如果查考很多宗教 第一天我们讲到万物的来由 有所谓的缘起论跟圣经的创造论 我们分辨之后知道创造论才是可接受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所谓的各宗教的救赎论 很普遍的大概可以归成两类 当人陷在罪恶当中 苦难当中的时候 人都希望得到超脱 得到拯救 但是到底是谁来拯救呢 还是我们自己可以救自己呢 所以就有分成两类的一个救赎论 第一类就是所谓的自立救济 有一些宗教他认为自己可以救自己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 放下屠刀立地成火 很多人懊悔过去所做的恶行 他有一天他顿悟了 他悔悟了 他就来到深山里面 寻找名山古辣古赤 然后在那边来修行 他想要说 借着修积功德来弥补过去的罪恶 这就是所谓的自立救济 但是从圣经来看 自立救济管用吗 行得通吗 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三章 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 新约圣经的两百十二页 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 既是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的了 用何法没有的呢 是用立法 立功之法吗 不是 乃用信主之法 所以我们看定了 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好 这一段是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能够被拯救 不是借着自己立功的方法 所谓的自己不能够救自己 我们举一个例子 当一个人他被判刑的时候 他如果被法院三审定验 是死刑犯 他能够去跟法官协商吗 有协商机制说 我懊悔过去的错误 从今以后 你不要让我死 让我留一条命 我来弥补我的罪好不好 我来铺桥造路 我来弥补我过去所做的犯行 可以有这样的协商机制吗 我想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的法令 大概没有这一条 他既然已经被判死刑的 像我们台湾目前还是有死刑 那很多国家是主张不要死刑 不管是怎样 只要他被定罪了 他就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 他只有靠外人来拯救他 他可能可以上诉 他可能可以引用律师 或者其他的法条 来为他减轻罪行 或者是脱罪 那么我们基督教 我们所谓的救赎 不是自立救济 是他立救济 因为现在罪恶当中的人 我们刚讲到 罪的公价就是死 一个已经被判死刑的人 他自己不能救自己 也没有协商的机制 他只有靠这一位仁慈的神 借着主耶稣基督 没有罪的神 为我们来戴罪 成为戴罪羔羊 所以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 圣经说 他就是神的羔羊 为世人所赐下来的 所以主耶稣他无罪的神 他愿意成了肉身来到世界 为人的罪被定死 死了第三天又复活 这就是证明 他掌握的生命 生命在他 复活在他 所以今天我们借着信耶稣 不死反得永生 这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的原理 所以圣经在整理出来 所谓基督教救赎的原理 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 因为耶稣把我们的罪都担走了 借着洗礼把我们罪洗净了 在洗礼之后从水里上来 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罗马书六章那里在讲 说我们洗礼就是受洗归渡他的死 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在灵命来讲 我们受洗等于是把过去最深的我都死了 然后埋葬了 从水里上来 我们就与基督同复活了 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一个新人了 已经重生了 所以主耶稣才应许说 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了 就不能进神的果 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 靠着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罪得赦免 就知道救恩 救恩怎么知道呢 怎么知道这才是一条救恩的道理呢 罪要得赦免 罪要得赦免才是根本解决的方法 罪如果没有得到赦免 你再怎么样的平安 再怎么样的丰富 毕竟都是一时的 到你生命的临终 你还是要面对死亡的威胁 圣经说死后却有审判 所以趁着还有今日 我们应当要寻找这一条救赎的道路 耶稣基督乐意把他的救恩赏赐给 凡愿力相信他的人 所以救恩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圣经也说 赦罪的恩跟悔改的心 是神所示的 今天只要我们明白道理了 一段时间我们就要下定决心 我们要立志走这一条 被耶稣拯救的道路 很多人也许还在犹豫 他知道耶稣才是救主 但是他对自己能不能有把握 走完这一条救赎的道路 他没有把握 这个就是需要信心 就像古代的以色列人 当他们出埃及 要过红海的时候 他们也是借着摩西 拐杖化进这个红海的时候 红海就分成干地了 让他们能够走过去 后来他们要过约旦河 是台约会的祭司脚踏约旦河 河水就分开 所以这个信心必须要踏出这个脚步来 我们踏出这样的脚步来 主耶稣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 一定能够最终来得到 进入永生的天国 因为我们的神 祂是永远长存的大祭司 祂要救我们到底 祂不会把我们这条天国路 引到一半 就我们撇在一边了 除非你主动离开耶稣 不然有谁能够叫我们 以基督的爱隔绝呢 世上的患难 困苦刀剑刺身肉体 都不能够叫我们 以基督的爱隔绝 所以我们要立志走 耶稣这条道路 耶稣一定会引导我们到最后 愿我们都能够拿出信心来 配合我们的追求 配合圣灵和真理的造就 就像我们众多的弟兄姐妹 在受洗之后 他们就不断地灵修 不断地侍奉 藏保自己在神的圣洁和尊贵当中 守着自己的身体 保住自己的灵命 一直到最后能够进天国 那么到底有没有天国 有没有地狱 很多木道的乡亲朋友 也会问这个问题 像我们传道人 到处去传福音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信徒 或者是木道朋友 来质问这个问题 传道 你口口声声说 有天国有地狱 你去过吗 如果你去过了 回来告诉我们 我们来信 那这样比较踏实吧 的确了 虽然传道没有去过天国 但是我相信有天国 为什么 因为从圣经的记载 圣经有记载 有天国 那么耶稣也曾经说 他复活之后要升天 有一个执事叫斯蒂凡 在他要训道之前 他看见天开的 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所以耶稣已经复活在天上 有天国 因为耶稣曾经说 我升天就要降下 保会失圣灵 我若不去就不降圣灵 所以既然我们得到圣灵 就证明耶稣已经复活在天上 因为圣灵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祷告有功效 有神迹其事 我们能够得到圣灵 每一次的祷告说方言 这就是神迹其事 这证明神与我们同在 也证明耶稣已经复活 那么耶稣复活 也显现给五百多个人看到 虽然他复活我们不在场 可是我们后来的人 看圣经 领受圣灵 再来很多的真人实事 不管是做异梦 看异象 有看过天国跟地狱 我简单来做一个真人实事的见证 在2004年的4月23号 那一天也是星期五 北台中教会的灵恩布道会 星期五就像今天一样 星期五的布道会 有一位陈佳音小妹妹 她当时候是小学三年级 来前面求圣灵 大概就是跪在这个位置 因为传道是注目在北台中 那么那一次的祷告 她特别迫切 后来祷告结束了 她很高兴地跑来跟传道报告 她说传道 我刚刚祷告的时候 主耶稣派天使 让我看天国 看地狱 一个九岁的小女生 她应该不会说谎吧 而且就她见证的内容 可能很有想象力的编剧 小说家也不可能编出这么 这么丰富的内容 那么因为还要忙一些事情 所以就请这个小妹妹 你赶快回去把它写下来 那时候已经可以有打电脑了 你把它写下来打电脑 然后交一份给传道 传道再详细来阅读 趁你现在记忆还清楚 你继续迷移地把它记下来 感谢神 她就回去把它整理了一份资料 来交给传道 那么她看什么样的异象 她在祷告当中 就好像浑流向外 让她的灵魂到空中去看异象 她看到什么异象 她看到坟墓里面的人 那个灵魂就回到肉体 复活了 走着走着 就走到一个岔路口 有两条路 一条是往下 那个路是很大 走的人也很多 但是最终是走向黑暗 另外一条路是往上 有石头 但是却是光明的 路比较小 也有石头 所以走的人比较少 但是是通往上面的 先说那个通往下面的 说走到这条路的人 越走一路越小 而且越黑暗 到了路的尽头 就有一座桥 很多人就爬上那座桥 但是后面的人看不到前面 原来这座桥是断掉的 当最前面的人走到桥 断桥的部分的时候 已经刹车来不及了 就通通掉下去了 而且掉下去是哪里呢 就是一个无尽的深渊 是极其的黑暗 就像圣经所描述的 有火在烧 火不灭 有虫在摇 虫不死 灵里头的感觉 那就是地狱 很多人就往那边去 后面的人 不断的往前走 因为不知道前面的情况 以为这条路人走 走的人很多就跟着走 殊不知到最后是影像灭亡 这就像箴言所说的 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通往灭亡 那么往上这条路呢 走的人不多 比较少 但是呢 走着走着 可以到了一座 很漂亮的城堡 很光明 很辉煌 而且这座城堡呢 看起来非常的雄壮威武 可以 依稀可以看到里头 哇 里面的人有主耶稣 里面也有一些十二门徒 那耶稣带领十二门徒 在聚会 在唱诗 连花都在歌唱 哎呀 这个天国的景象嘛 就像圣经描述的 黄金街 碧玉城 里面还有他 曾经读到的这些圣经的人物 十二使徒 还有这个 第一批被拣选的四位门徒 彼得安德烈 雅各耶翰 耶稣在讲道理 讲了两个题目 一个题目叫做五饼二语 第二个题目叫做呼召四门徒 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些题目呢 原来在天国也要聚会 大家都很高兴 而且很乐意 都穿着光明的衣服 所以外面的人就很想进去 但是要进去 要经过三个关卡 就是要经过三道题目的问答 因为有天使把守的天国的门口 左右各一个把守 中间有一个好像是班长在盘问 要进去的人都要问三个问题 第一你受洗的没有 第二你受圣灵的没有 第三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 第一个问题 问了之后 你们受洗的没有 那么有一些人呢 他认为自己有受洗 可是呢 没有赦罪的功效 就很自然的把天国门看成地狱门 他们在脑袋就改变了 原本来是天国门 但是呢 他们就被看成地狱门 所以他们快速的离开 他们自认为 他们不要到地狱 其实他们就是往地狱跑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有一些人 他没有圣灵 可是他自认为自己有圣灵 又被一阵风吹往那个地狱里面去 那第三个问题呢 是用点名的 天使拿着一本布子 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个生命册 上面有人名 每一个人的人名 都有圣灵的果子 做记录 在做评分 我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圣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的第几章 第五章22节开始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 忍耐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所以天使在评比 你这一个人 某一个人 你的圣灵的果子有多少分 而且评比有四个等次的分数 第一就是打圈 第二打叉 第三是打三角形 再来是打星星 有这种四种分数 那么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评分 那么陈佳音小妹妹 她就很想进天国 所以她自己在想 我已经受洗了 可是我还没有得圣灵 那怎么办 我连圣灵都没有 我怎么进天国 她就更迫切地祷告 这个时候 有一个执事就在她的耳朵旁边 来勉励她 佳音啊 加油啊 你快要得圣灵 加油加油 她就更迫切祷告 那这时候因为时间到了 传道就敲钟了 就敲钟 结束祷告 结果她没有得到圣灵 虽然那一次没有得到圣灵 可是她看到异象 她很高兴 后来她就 那一次的灵恩部大会 虽然没有得到圣灵 可是回到家里头 的那一个礼拜 某一天的晚上的祷告 因为她的家里是有家庭祭坛 现在我们在推家庭祭坛 全家人每天都要聚集在一起祷告 读经唱诗祷告 那么陈佳音就是在家里头祷告得圣灵的 很高兴 因为她的爸爸是传道 陈锦荣传道 所以陈传道帮她按手 她就得到圣灵了 虽然不是在灵恩部大会得到的 但是是在部大会之后的 不知道第几天得到圣灵 她就很高兴 把那个见证拿来给传道 后来整理之后 她的父亲也帮她认识 后来就刊登在2004年11月326期的圣灵月刊 有机会我们去Google来看 那里面记载的更详细 传道只是讲个梗概 这就是让我们明白 真人实事 看过天国 看过地狱 也看到要进天国的人 要具备什么条件 要受起赦罪 要得圣灵 得天国基业的凭据 要结出圣灵的果子 就是要遵守诫命 要有好行为 总之就是这三大点 所以各位 我们要不要进天国 我们要不要得永生 在于我们今生今世 你愿不愿来追求 愿主耶稣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给我们 也让我们能够 诚如诗篇九诗篇所说的 求神让我们早早保得他的慈爱 愿我们都能够早早保得他的慈爱 保得他的救恩 保得他的平安 愿荣耀归给神 平安赐给我们 我的见证就到此